位于民建乡新民村移出排水沟 因长期以来都无失色呼岸 导致好大雨来临都沿至农田内 造成农民损失惨重 今日上午县议员洪浩元 也协同县党立民争前往实地会看 这个外包的农田的七一排水 我们这条排水可以说 我们这些农民在这里更做了 差不多三四十年了 这个排水 所以县段已经做博客系统都做得很完整 民建乡像天堂 亿兵像天堂 亿兵都没做 落大雨 这些头发就穿掉 蚕蚕就放下去 我们这些农民苦不堪连 所以我们洪浩元议员 接到我们八成的欢迎 今天特别有带我来现场会议 正近就近来设计 近来发布做好 让我们这些农民一起安心 农民林先生指出 这条排水垢已经超过二十年未改善 也感谢林县长及洪议员的用心 谢谢我们县长和我们议员 洪议员的帮助 我们做农民的人很辛苦 这条水稿已经历史很悠久了 从经历史到达超过二十年了 但是就是经历史不下来 我感谢我们县长和我们议员 洪议员帮我们帮忙 这边看这边被我们签 我们做好事 我们有心肯 比较安 比较不像这样 每天六天就都没头发烧 对啦 当时我们农长就来洪议员帮忙 县远黄浩议员表示 想能改接林县长的用心 特地前来会看避免若改善 避免农民损失惨重 新民村这个村民 在早前就跟我陈勤 这个区牌有严重的机遇 然后也有这些博卡没有失作 那我上次来看了之后 发现这个地方有迫切的需要来失作 所以我们就向县府做了承勤 那也很高兴我们县长 今天亲自来到现场来看 也发现它的中段这些 确实是有很大的需要改善的地方 而且加上前面有一段是需要改到的 有一棵大树 那县长现在也签了五百万来做失作 那要来保护我们的农民的财产 硬排水垢会实测户案 美方花大雨来临都会研制农田 造成农作物严重损失 在会看过后 林舰长也答应远落改善 并会紧述请相关单位规划施工 记得就我们去民间采访报道